在一個很多不同利害關係人 這個拉扯之下 要找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 那這個平衡點不是會講英文就能夠達到的 這個要一方面了解美國人在想什麼 也要了解台灣人要什麼 英文好很重要 找平衡點更重要 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大聊台美外交成果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推動用國會立法 為台灣立專法的方式來解決雙重課稅的問題 我們還是需要透過國際的合作跟一些機制 來減緩經濟脅迫所對我們帶來的影響 那這些都是在EPPD裡面平台所處理的 除了外交民間產業也有進展 台商朋友們到美國去 對美國的政策有什麼不了解的 或是希望有對口來協助解決各種問題 美國商務部特別為我們開了一個平台 來作為一個更深度對話的機會 蕭美琴出席三三會演講短短25分鐘 從和平穩定經濟合作聊到國際參與 似乎在隔空向對手柯正銀展現外交財經實力 而看看底下聽眾除了各企業界代表 還有之前一度傳出要擔任侯友宜副手的 前新光銀行副董事長李季珠 只不過兩人見面沒有太多互動 反倒是三三會理事長林伯峰喊話蕭美琴 要多多端出財經政見 希望展示蕭副總統候選人的 他自我理念 大家來配合他 偶有於總統候選人提出的政見比較多 經貿議題不想輸人 蕭美琴請跑行程 把握選戰最後時間跟企業界打好關係 繼續有關 張嘉玉 採訪報導